出發 五條死幾次了 這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覺得五條沒有特別好過 五條本來打這個就有點難 進一關拉五條角色珠 不要錯銷 暗龍黑金推薦抽幾張 抽一張就很夠了 有能力的再抽兩張 再抽更多複製人的話 可以看我的分析影片 我們的分析影片都講得蠻完整的 我覺得 有空看一下分析影片 黑街道換小潔也可以 就是要讓自身能發動攻擊 人類卡 那同理的話你也可以換成 可以換成 炭 炭 炭幾樓 好 開這個 手轉三十次 哇80%重點 差點掛 為什麼阿紅都是掉兩隻 什麼意思 這問題是不是 什麼意思 怎麼不懂 好 開主要技能 開副隊長五條 再走 五條有活了半年了 已經表現得很好了 對 然後這五條就說 真是太好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 讓夢魘集關卡出全力 呃呃呃 對 五條差不多 呃呃 也差不多 該 改草換代了 是吧 可以是巨人嗎 有點難喔 巨人感覺有點難度 不要私訊樂 初音打夢魘集的劇本 OK謝謝你們的私訊喔 但是 正常來說我會比較想要 然後 先靠自己的力量 阿真的不行 再 參考別人的 對 因為我覺得神魔喔 玩神魔有很大 一個樂趣是自己 研究衝鑽隊 這邊的話就不要把暗珠放在雙隊長直行 所以打這個好打嗎 呃 只能說可以過 但不一定到好打的程度 展開龍刻能力 加 光屬性的五條 顧版送給他 刀劍可以過嗎 感覺可以過啊 等一下再來研究怎麼過 可以阿光加左圍嗎 可以啊 阿光加左圍 今晚睡不著 完全沒家運 阿光加左圍 激戰一整萬 好嗎各位 集傷帶綠鬼行 對啊就是那種 集傷用的功能卡 都可以換掉 黑家家老師這個位置 靈 蜜還能輕鬆夠乾嗎 呃 說輕鬆倒不至於 但應該能過 好這的話我們就直接 拉五條的角色珠 先不要拉五條角色珠好了 先洗衣回合技能 然後把暗珠盡量放在第五格 看到我這個極致操作了沒 然後消一顆一組珠子 起技能 大概這樣子 OK各位 好極致操作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再拉五條的角色珠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疊住一下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至少得消 三組的 珠子 三 三種的珠子 五 好 五條角色珠沒有調到 OK 哇 也沒事啦 問題不大啦各位 洗衣回合技能 如果我們 剩這麼少血 感覺就是 嘎嘎的 怕怕的 不過問題不大 這隊反正有擋什麼 而且這隊實力血量也沒那麼多 感覺是沒差 光龍還能再戰一次嗎 呃 可以啊在 背包裡面 還可以再戰一次 這隊的話 呃 有 要適合 要處理 所以這隊的話我們就直接 一個大重點 第五直行不要消 然後用左半邊去疊珠 大概像這樣子 第五直行不要消 這邊完全不要消 也不要留火珠在第五直行 OK 右半邊都不要消到喔 盡量不要消到 第五直行千萬不能留火珠喔 留火珠你就 挫賽了 好 這邊 哇 敵人有 哭 滷頭了啦 那我們就再 開個五條 光頭出任務了 不在家 呵呵 誰要再往光頭啊 這邊直接 開個 五條的主動技能 想拿道羅斯解龍珠成就 是不是不太可能 不太好過 但有可能 我覺得 呃 從來 神魔就沒有什麼不可能 對 好 這邊洗三回合技能 啊 兩回合技能 生命禁錮不算附加效果 對啊 他算是一個 G8效果 你只要一旦被禁錮了 你就永遠被禁錮了 懂嗎 這個道理就跟 你只要 被 呃 手腳綁起來 SM 你永遠都被SM 對 一個爛 非常爛的例子 但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應該懂我想說什麼 棒 哈哈 好 這邊我們 開五條 然後再開黑家家老師的雙鏡 然後消 紅綠燈 然後這邊重點就是 要疊珠 只能手消一種珠子啊 但是你要疊 三種珠子 你至少得消三種珠子 你懂嗎 他只能消光珠啊這裡 所以就盡量消掉 盡量手轉 好不好 嗯 怎麼沒有消到三種珠子啊 喔有啦 天降有了 哈哈 好 每天降老師 轉避起飛 好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 風鴨仔 風鴨仔在這裡 那這的話我們直接 其實五條的主動點可以 解風鴨啦 不然我們這邊直接開五條好了 反正等一下也 也會CD重置 旁錶 呵呵呵 送給你五條老師 只要Pokey就遠遠Pokey了 欸 怎麼練起來有點 有點要注意身體啊 哈哈哈哈 遠遠Pokey感覺很累耶 好 這裡的話我們開 光屬性的五條先生 然後再開 其實這邊開虎章就行了 不用用到組合技能 好 然後固板送給他 但其實好遠也不用開五條欸 也不用開虎章欸 光是五條那固板就可以 就可以固 沛龍哥的直播睡覺 正確的選擇 好不好 只能跟你這樣講 好 最後我們開 龍科能力 帥 然後就 直接手轉 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這個手轉傷害有多少欸 但我試試看 應該會蠻痛的吧 齁 應該 啊 疊住沒疊到 真尷尬 漢元 晚安 喔呦 很痛欸 所以手轉就過了 再來 五條連發 欸 這邊好像可以洗技能欸 不開玩笑 洗個技能吧 洗個技能吧 至少讓這個 虎章同學有機會跳起來 所以這邊我們工作就是 蕭無主的珠子 嗯? 後馬該他好像要轉機了 呵呵呵 哇 但問題不搭 這邊直接開 五條先生 啊賽 帶他走 帶我走 有沒有 感受到這隊的威力了 好 再來的話 這邊 有打算出破或實戰分析嗎 應該沒有吧 呵呵呵 還有一個 按五條 加上 武藏同學的一技能 啊不 武藏同學的技能 啊不 武藏同學的技能 然後 這邊 就 轉出有點難欸 呵呵呵 這個過來 什麼 再這樣 再這樣 剛好是五組珠子 完美 對不對 YYDS 五條老師 來到最終王關啦 我們直接開五條 直接幹 應該過了吧 五條老師 我相信你喔 那如果這邊有天降暗珠的話 你直接對 對空大罵三聲 瘋頭我 我恨你 然後 黑科技 好 晚上好 ASP 大家目出角色珠 不守教把目出形式來了 也沒必要啊 目出在前期不重要啊 哇 這個版面是 OK 這樣 剛我以後轉不到三十字怎麼辦 退坑 啊 不是 轉不到三十字怎麼辦 你是指哪一隊啊 那我只能跟你講 多帶點 靠北 傷害怎麼那麼痛啊 多帶點 增加秒數的龍科啊 增加短數時間的龍科 不然怎麼辦 不要消水珠好了 夢魘有需要六四張嗎 我是覺得不用練兩章就夠了 但是我個人會練到四張啦 越爽 有一個重點是 沒有想到 有一個重點是 那個 你只能練到四張也不一定篩得下 對吧 他那一張 一個空間五十啊 你看你的屁股篩不篩得下吧 好不好 但我覺得可以 正常人可以練到三張啦 正常人應該是可以篩得下三張 甚至是 稍微有點練度的 玩家的話 對 啊 再多的話 就真的 等級要比較高一點 然後這邊消水珠可以加速 起技能 啊其實樂初音跳起來就沒什麼問題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 好想要直接手轉三十隻喔 直接開這個手轉三十隻好了 他應該有個三十隻轉法 這樣 OK 你不會手轉三十隻的話 就是可能就要靠這種固板輔助會比較 舒服一點啦 只能這麼說 開這個 再開這個 再開這個 不是工錢 好 回鍋免費復活 慢慢排三十隻 太痛苦了吧 回鍋玩家 你這樣讓他一直復活 他這樣挫折感很重 他又要退坑了耶 這樣真的好嗎 好秀喔 不知道他這個固板就可以轉三十字啊 稍微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習慣能洗起來的常駐快用起來 好 但有時候這個 如果是沒有帶負面 沒有帶任何效果的 就只有給增傷的常駐 會很樂意去開啦 可是這個木小獎的話他會轉很多木珠耶 轉珠起來就有一種煩躁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 不到最後關頭 不用那個東西 好 所以的話我們就直接手轉 盡量不要消 雙隊長直行 啊 盡量不要消副隊長直行 只消自己隊長直行 光靠這個水珠量就夠了 九信二三 吳宥軒早安 哇 你用你學校的帳號來看直播啊 這樣不會被抓到嗎 抓到 半夜不睡覺 還在看直播 明天 法寫十遍 之類的 呵呵呵 要小心耶 如果是用那個 學校 的帳號 在看直播的朋友 好不好 我是覺得 你要不要創個小號來看 比較好 不然被老師抓到 哇 半夜還在看直播怎麼辦 好 這裡的話是 光珠 這邊的話 開這個手機真的蠻有趣的 問題不大 重點是 是 光屬性直行 一定要消掉 是不是 硬砸一隻 然後 法格恩固版就好了 硬砸一隻 是什麼意思 這太重了 五屬隊 OK 那這話我們直接 開這個好了 可以轉出多點火珠 然後 直接手轉 這邊至少得 可以消六祖屬性珠 應該有六祖屬性珠吧 這還沒有 有抽星黑金就練 沒有抽星黑金也可以練啊 其實這個法格恩對龍族來講 是一個還蠻重要的解版卡 至少他解這個 拆炸彈這個能力 就很噁心了 是目前龍族少數的吧 我記得 這邊洗衣盒技能 阿虹有什麼保持十年不胖的秘訣嗎 玩神魔 哈哈哈哈 玩神魔 基本上如果你當實況主的話 三餐都不正常 這樣就會瘦了 一天只吃一餐就瘦了 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控制飲食阿 然後多運動 那實況主很 很難做到多運動 所以就只能控制飲食 就是這樣 沒什麼小訣竅耶 什麼時候有無視十字的卡 目前沒有這個卡 但是有那個能力阿 就是 叫什麼 死鬼 那個叫什麼系統的 你去研究一下 那好像什麼 時光牌吧 時光牌有無視那個十字 紅寶安安 雨天安安 我什麼時候變紅寶了 但 還可以啦 這個 這個綽號還蠻可愛的 這邊直接手轉 不要手銷火珠 然後開龍客 然後龍客 不用 不用任何分數 0分也能 神魔是一款真正的健身APP 健身APP 真的 對流光是目前能解十字盾的唯一方法 然後聽說之後夢魘集會開 木打擊還是妖精最強嗎 沒有阿 同仁最強吧 硬要講的話 暗同仁 木打擊只是強在一進場可以 跳技能而已 寫劇本可能比較輕鬆阿 巴勒早安 好 直接在這裡 直接開這個 然後再開 把這個關掉 開排蛛 開排蛛 然後這個的話就直接排蛛 只能手銷某一種蛛子吧 那就疊珠一下 看哪個蛛子多就疊哪個蛛子 然後建議是雙隊長直到有銷到那個傷害會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然後這邊直接來叫無情疊珠 終於念對死鬼 我們後來錄影片的時候就有 念了大概一百次死鬼了 所以沒問題 我現在已經完全 完全記起來死鬼這個東西了 好不好 這邊我們洗衣回合技能 要不要鷹打打看 我不要 為什麼要鷹打 為啥 給我一個理由 這邊我們直接開 固板帶走別人 直接抽一個拿破仑就沒有 此之論的問題了 很合理耶韋家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麼好用的拿破仑哪裡才抽得到呢 好想要抽到 接著我們這邊就直接開這個 加這個 點三個直行 好 然後這的話一定要消所有的新珠 跟光珠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他一定會是這個固板的 好想要抽到 給我一個理由 等於斗內 沒有 古幣是不是 大海繞針 繞得到我叫你一聲吧 那裡面最好是繞得到東西 最好是 玩那麼多年 真的是 不要妄想 有這種東西了 而且那還是 當期最好用的卡片之一 他不可能讓你這麼好去拿到的 相信我 小玩開龍車 把那個暗珠全部隔開 我進關會先吊針再穩針你們會嗎 是喔 這麼扯 我現在從零開始玩蛇魔來得及嗎 來得及啊 蛇魔從什麼時候開始玩都來得及啊 因為蛇魔並不是那種 你一定要抽到什麼卡片才能玩的遊戲 你只要抽一個當期 實況主認證很強的卡片就行了 那現在我認證可以 目前可以抽到的東西叫做 暗龍黑金好不好 你基本上有暗龍黑金 你剛回鍋就很夠玩了啦 只要我那一張就很屌了 頂呱呱 然後現在有那個暗龍黑金還可以直接 直接通關這個夢魘集 買一送一有沒有 你直接有一個很強的隊伍啦 沒什麼問題 好 這裡的話我們直接 開個這個好了 不然這個版面是 給他有點噁心啊 然後直接手轉 這邊只剩下一個白癡珠子 直接手轉 然後不要削到那個珠子就好了 這邊有一個重點是 要注意這個印記珠啊 那什麼印記珠 不要放在這個 I初音的底下 不然他可能會被天降消掉 但其實消到那個也沒差啦 欸他跟我消掉了 他只有一個一個狀態在這邊 所以還好 但是很靠北欸 他沒有聽到這樣 噁噁噁 現在要這樣 你現在現在要這樣搞我 沒有關係 你繼續搞 好這裡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這個 樂初音 然後不要手銷暗珠 稍微排珠 他搞我我還是可以掛 這個暗龍黑金跟墨炎金怎麼組隊 就是你暗龍黑金當隊長 然後隊員放一個墨炎金卡片 現在就是依照關卡需求去帶一些結版能力 那如果說沒有特別要一些結版的話 就帶固版 比如說紅愛 或者是再多帶一個暗龍黑金就行了 因為有時候固版多 就代表通關的爽度 當然隊員也可以帶八龍之類的 就看你 嗯 差不多龍族也就那幾張卡片好用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不知道怎麼組的話 那我再過幾天會出一個 會再出一個組隊分析好嗎 不要急 怎麼會出的 一二三四 啊靠腰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哇 這樣子有點太多了 那就這樣吧 啊這樣才有四康而已 這到底怎麼消 救救我 好我試試看 好我試試看 啊 是這樣嗎 也不對 好 好 新水水 是不是啊 水水 水水 水水在這裡 水水 靠邀靈 好 有個難轉 啊就這樣好了 有囉 謝謝各位 大家記得一個口訣 新水水 新水 新 好不好 就這樣輕鬆過 輕輕鬆鬆鬆啦 各位 對 然後最後這邊的話開樂初音牌珠 對就牌珠 好然後開個這個 增傷高一點 牌珠這邊有一個原則 就是盡量不要消 哀初音的直行 我們把珠子隔開 像這樣子 這樣應該不會天象按珠給我吧 應該不會吧 什麼 應該不會吧 沒有這麼狠吧 敢天象試試看 OK 沒問題 就這樣子 樂初音輕鬆過了 欸這劇本真的不錯欸 我覺得樂初音算是蠻穩的 這劇本是真的蠻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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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而且這個還可以解雙成就啊 雙隊長相同 雙隊長相同 好 這邊使用哪不人通關 哪種真的很強 確實 提醒他我們直接手轉23 讓他看看我們的手轉力啊各位 這隊有帶那個 腐化龍科 應該 很好轉的啦 安琪姐姐 安琪姐姐這才 聽起來很可愛 聽起來是一個 綁雙馬尾的角色 不知道 第二關 洗個技能 洗一回合 看這邊 轉 手轉 30隻 哇 這個版面有點醜 但是還是可以轉的 但是還是可以轉的 過年黑金 很像是崩壞 金黃石油 確實過年黑金 有可能會比較有價值啦 但我跟你講一個 事情好不好 就是 這個 過年黑金是 接在 接在 接在這個 所謂的 暗龍黑金之後 那 他能做壞的 空間就會相較比較少 因為他們 為了抬這個 暗龍黑金嘛 對不對 可能不會那麼 輕易的做壞 所以 沒有 這個版面還好爛 這怎麼辦 他有辦法 內建加康嗎 有不能消的 這樣子好了 哇 碎裂怎麼解啊 我只能洗技能 洗到拿破崙的 一技能跳起來位置 其實好像不用 直接一直 一康消豬就好了 對 人一技能就好了 得 那這樣就沒問題 這碎裂位置很高 管他碎裂位置有多高啊 我那開拿破崙一技能就解決了 技能卡片好多張崩壞的喔 對啊 進入大崩壞時代 消直行 不要消雙隊長 直行的主持 應該沒那麼衰會 添醬吧 應該 這邊就算消到一點點 隊長直行的主持 好像沒差 十二位是不是打到易嗎 沒有研究 接下來的話是光珠 光跟暗 隨便點 好 然後這裡 直接開 翻手消毒的處理 等下CDEP重置 近兩年 黑金整體表現比過年好 我覺得 過年黑金跟 正常 時間出的黑金有個最大差別 就是 正常時間出的黑金 他會有一個 比較特定的玩法 比如說 這是暗龍黑金 他就是有一個 組起來你會 比如說你帶 水的或者是暗的隊員會傷害比較高 就是那種比較有一種 沒有到 完全 完全 解放的那種感覺 但過年黑金就是完全解放的感覺 就是他會給你一個 很強勢的東西 類似拳牛棚的感覺 那其他 黑金算是可以組拳牛棚 但就是沒有那麼適合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個 差別在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 既然還不睡紅哥 對啊 打完這隊要睡啦 打擊跟拿破仁好一下 血量低 傷害高 你是年中出 他們唯一的特點就是 中出 不是 唯一特點就是 年中的時候推出 沒錯 驚人的特點 好 接著我們直接 收贈 這邊有個反饋盾 所以我們必須洗技能 好不要消紅綠燈 開龍科 我們帶的是九方 控場龍科 然後這邊 你的 你的 這個什麼 艾德還沒跳起來 就是 就是開龍科 啊跳起來的話就是 開了的 請問三二隻超保底 我該抽完嗎 我 四米的話我會抽啦 因為這次龍 黑金複製人 是 可以的 開這個 然後再開 二技能 點版面上面最多的 豬豬 消紅綠燈 疊個豬 這樣好了 誒 紅豬消到了 神聰那角色豬的話 傷害不低吧 對啊 就不低啊 但因為他就是沒有 比起其他隊來說就是 沒有相較有 特別的優勢 所以你有其他隊 你還是會想要去玩其他隊 好好看 直接處理 開了技能帶走他 對然後不能太恐怖了 沒錯 啊不能是鬼啊 這個 光更新 掰掰 來 十周年還是要四百顆整套的黑金 技能不能也 不強 不像話 確實 他是扛著十周年的這個大旗 壓力蠻大的 壓力三大 哇靠沒有消到珠子 你敢信 空轉一回合 讓他一回合欸 雙手讓他一回合 雙手讓他一回合 這邊 推建議 照我這樣方式轉 把那暗珠放在角落 大概像這樣 等下開拿破仁之後就可以一次把他們點掉了 OK 那這樣就沒有什麼問題 拿破仁什麼時候會復刻喔 現在就有復刻阿 在古幣上面復刻 只是你抽不抽得到的問題了 如果你是說拿破仁這個 卡池要復刻的話 哇 那至少得等一年以上喔 至少 因為 拿破仁是今年的事情 他不會這麼快就復刻的 而且後面還有很多 東西要出來 所以 真的要抽拿破仁真的要再等很久 好 這邊 不要把暗珠點出來就好了 點其他珠子都行 但是 對 但是復刻的話 通常就沒那麼強 就可能 不用抽了 好 這邊點了 拿破仁 隨便點 然後 來這個 點火珠跟新珠 Denis 謝謝你 加入會員一個月 12345 這邊固版直接送他 你已經抽起十張龍黑金了喔 一起當小客玩家是不是 我代替神魔先謝謝你啊 太油了 好 這個話我們直接開這個 有夠油欸 然後 就直接 拉這角色珠 盡量不要消暗珠啦 盡量 喔唷 這個暗珠想搞事是不是啊 OK 這邊感覺補一個龍刻會比較 安心一點 但其實王關 一回合打不夠 打兩次也能夠 來自行 下集會 更新一堂 來自行 走